以目前我們台灣的節慶回到核心 台灣的碎石結束其實我認為可以分成兩大部分 一個部分是從中國那邊接收過來的東西 接收有的繼續在用,有的已經消失了 中國的東西其實我們很多元 不過它是有結構性的 所以我不要講重點講結構 因為我們沒有投影,幫他更新是想要投訴這樣 四個,來,第一個四大祭祖的日子 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這四個日子的時候一定會祭祖 春天叫春慈、夏天叫夏月、秋天叫秋長、冬天叫東征 客家人保存得最好 客家人的祭祀功樂叫常會 就表示在秋天的時候要祭拜祖先 叫宮廠或師廠 所以客家人,其實我慢慢發現 客家人對傳統中國的某些東西保留是比較完整的 四個 那目前比較有在運作在春天 過年其實就是立春日的祭拜 的一個祭祀 所以過年在以前最主要就是這奏了 所以可是現代人都不是好,休閒啊玩啊 但這個不是說這樣,我們現在就不對 不是這樣的 本來節慶就是會隨著時代的訴求 而注入新的精神 所以我都,我鼓歷史的人 我絕對不會步步之風 我覺得我們要隨著時代的精神 而注入新的一個文化進去 那立春還有,還有一個就是立秋 立秋就是各位,在台灣我們感受不到那個 那個四季的變化 立秋其實是幾月份 是七月初左右 七月初在台灣熱得要小 所以一點感受不到秋天的氣息 可是各位有機會到大部分就會發現 像我八月,國立八月中 大概相當於農曆的七月中、七月底去大陸 北京的氣候已經早上很涼,要穿外套了 所以在中國北方 因為這些東西是以中國中原地區所定義出來的 所以立秋,秋長、立秋其實是在七月 然後東征 其實大概目前有把握一下就是立春跟立秋 那立秋就是七月的浦瀑 其實我們現在的浦瀑已經很節儉了 很精簡了 在不要說中國啦 在一百年前的台灣 其實浦瀑幾乎是一整個月都在浦瀑 七月一號開始,廟就要彩丁哥啦 來拜葛朵宮啦 然後可能陸續都在拜 到了七月初老是打到一個巔峰啦 然後到了七月下旬的時候還是在拜啦 像我來嘉義之前 我先查了一下嘉義的資料 原來我們嘉義在七月二十九號 會有一個譜書叫做 小孩好 可能現在沒有了 像小孩好 那我們的高雄 那個中古那些 七月二十四號 哇 好多了 所以每個地方都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其實都各有特色 好 那這樣的輔度為什麼後來現在消失 我認為是因為國民政府的關係 因為國民政府提倡節約啦 所以很多種人就說 你要集中要節儉 包括我們的原住民的事 原住民什麼豐年祭什麼祭典 其實他們並沒有固定日子的 都看那個什麼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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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祭司感覺差不多啦 就敗啦 或是取得神明的一個 祖名的一個許可就敗了 而且不過那個時間不會差很多 因為他們對季節的敏感度是有的 落差是不會很大 只是說沒有說統一啦 哪一天啦 而且 譬如說同樣一個布農族 或是一個太陽族 一個族裡面有很多攝影 每一個攝影 其實什麼豐年祭的日子都不一樣 都不太一樣 可是為什麼現在都變得很單 單調 都統一在某一天 因爲為什麼還是我們偉大的豐年祭 還是統一辦什麼豐年祭 所以這告訴我們就說統一其實不好啦 一樣啦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中國就是這樣 中國的廟你為什麼沒有去 你去你會覺得 不然台灣很處理 因爲它什麼都要不一樣 這個廟這樣辦 這個廟要這樣辦 那你也不能繼續做什麼 老百姓也沒有辦法跟那個廟自動 所以不去 那有去就是說 就是我們台灣這樣 什麼你要自己玩一趟 你自己去玩 那我到天津的時候 我那個學生帶我去了 我看了這些現象之後 我就跟我的學生說 啊不然我老師來你們大陸開座廟 他當時說 我就說開座廟一定很壯爆 因爲我可以感受出來 他們對信仰的一個渴望 可是事實上當然是不渴望的事情 好然後帶回來 所以秋長還有就是七月的程度 都現在已經很經典了 好這是四大節日 你看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再來還有兩個很重要的日子 我們現在還在做 一個叫春祈 春天 龍夜時代 對土地的祈禱 拜拜 土地神的拜拜 叫春祈 春祈就是二月 就是在秋分的時候 以前沒有在講幾夜幾號的 以前就是節氣到了 春分 然後秋天就是秋分 這兩個日子 後來就把它定為什麼 定為二月二號跟八月十五號 這兩個日子 所以一個叫春祈 一個叫秋 秋暴 秋暴這兩個日子 那各位假如稍微去對照 原住民的節慶 其實很微妙地很接近 原住民大概二月三月的時候 開始做 一年開始的一個祈禱 大概八月的時候 進行風雲雞 為什麼這樣子 很簡單 因為人對自然會有種 很自然的節奏的一個呼應 春天就是用來種田 用來祈禱的 秋天就已經進入收集 當然要達報一個天地之人 所以其實 縱然形勢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那個節奏是很接近的 好 這是我們很自然會理解的 那二月二號 現在我們叫什麼叫 陶禮 所以陶禮很重要 你們現在有在拜陶禮 陶禮有在拜陶禮嗎 那就可以了 他在拜陶禮 陶禮的 陶禮其實就是吃虎 那個我們就有先讀陶禮 所以喔 你說二月二號跟八月四號 對 所以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拜陶禮 過禮的聖禮 對 為什麼沒有被祈禮 沒錯 其實就是春景秋暴 因為 後來土地神把他擬人化 擬人化之後就變成叫 然後土地狼嘛 所以我生也很期待 有些人 生氣特別多 因為生氣還是土地狼的生氣 八月十五歲 土地狼的其實不是聖字啦 而是春期秋暴 而只是後來的人把他擬人 特別是台灣 我覺得台灣的信仰很活潑 而且台灣的信仰 都會把很多抽象的東西具體化 而且結合一些民進故事 結合一些聖賢啊 一些名人 變成一套可以敘說的故事 變成可以敘說的故事 就結合那個社會 可以更深入一個社會的底層 所以 其實 要我怎麼回答你說 土地狼為什麼有兩個生 其實我回答不出來 因為或許他是省 事實上其實不是 他有兩個生 而是剛才講的春期秋暴 好 那這樣年級 你看一月二月 七月八月十月都已經有了 很忙喔 每個月幾乎都有了 再來還有兩個月份很重要 一個是三月 剛才講的三月三號就是什麼 三月三號就是火力 那其實三月剛好就是春天到進入夏天 春天其實還很涼爽 進入夏天代表生命力越來越旺盛 非常彤勃發展 所以這個階段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原始的時代就是一個求職的事 求職的一個例子 藍藍尼女歸在一起交往 然後希望能夠定御下一代 所以三月三號在古代是很重要的日子 那後來為什麼變成玄天上帝的生日呢 目前我還在研究當中 其實我認為玄天上帝是北極七星的一個信仰 那個信仰其實在古老時代是很重要的 其實北極星是中漢人傳統裡面的一個永恆之星 認為它是不會動的 所以代表某一種永恆的力量或許是這樣子 那當然玄天上帝的故事一定是後來記錄的 就是類似戒之推一樣的一個故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已經稍微講 其實這兩個都是跟回禮、洋、火力有關 另外一個就是從洋景 所以是在竹籃求壽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已經多了兩個日子 那目前其實講到這裡 一月、二月、三月、十月、七月、八月、十月、九月都有 剩下哪一個月沒有?哪兩個月沒有? 五月、六月還有十一跟十二月 那五月我們最熟悉的就是端午節 其實端午節這個節日不是漢人的節日 這個節日其實是什麼? 是那個五月春秋,就是月王溝見廟 五月其實搞不好是台灣原住民的同一個系統的主曲 我們受到以前大中國文化的影響都會很習慣地思考說 中國在古老的時代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 事實上不是 中國在州朝之前基本上 正到州朝 基本上它還是分得很清楚 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淮河、長江流域、淮河、長江、朱江 他的族群文化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我講了這個吳樂、閩人這個地方的人 其實它是跟中原地區的漢文化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東武傑這個古老的修俗根據相關的研究 它其實是這裡的祭祖的活動 他們信仰的是龍神、南神、河神的龍神 那每當五月其實以前沒有像五月幾日、幾月幾號 沒有這個概念啦 理念就是等於在五月前後的時候他們會進行祭祖 那因為他們認為是龍和神的後代 所以他們會自己在身上紋身 紋身其實這是一個模擬巫術 他們想像中的龍身上有一些靈紋 所以把自己塗上那些花紋 把自己想像說我就是你的後代子孫 所以當我在祭祀的時候 我就把自己做成裝扮成那個樣子 然後五月這個地方就是江南 江南這個地方其實它有藏稻米 所以他們很古老時代就會把稻米塞到 用一些東西把它包起來 或塞到那些竹筒裡面 然後用來祭和神的 然後就做好之後 然後祖手之後就丟到河裡面去祭和神、祭龍神 所以祺祀就是類似我們後來所知道的趨緣的故事 那樣子有沒有 所以趨緣的故事其實是很廣 是後來像戒指堆那樣子在祭祀的 所以五月五號 我不曉得我們這裡還有沒有這樣的情書 我們那邊是還有 五月五號會帶什麼 會帶一個叫做魯色鋁 就是彩帶 南左旅右 我們互相的地方太會有 那個魯色鋁就是彩帶那個東西 其實就是古代的那種所謂的文森的轉變 因為文化是這樣子 越原始的文化你會覺得感覺越粗俗 可是越文式的文化都會講求 就是說越是高等文化它會越講求文式化 所以文式化就是用比較內斂的 比較修飾的方式來表達 所以從一個文森變成一個彩帶 魯色彩帶就是用文式化 目前大概保留是這個東西 好 那五月五號各地景點不一樣 也會置入一些所謂的時俗的差異性 比如說我們台灣五月五號吃種植 對不對 我們這裡是百種 不管到你沒有基種 基種在台灣不是豬油 那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吃過什麼 什麼那個田掌種 紅豆種 各位有沒有吃過 你們這裡有在購物來拜祖 就說五月五號一定要拜祖先 拜祖先 我不知道我們這裡 我們高雄是都用百種在拜祖 我不是高雄家 我高雄那個大廚 我不知道我們台語這裡有 我都要先問一下 每個地方的風險 客家人應該有人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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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六根跟苗栗的會是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他們剛剛沒跟台灣的有一些不一樣 北... 東北大廚 北大廚是他的肉獎是用的 他像在做那個... 新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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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拔起來,拔起來都會有水煮 客家也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客家是... 我們還是有炒過耶 客家是嗎? 沒有,台灣人啊 我們沒有炒過啊 對啦,這很難過 台北人跟這家人,我們台北人都不炒 你是客家人台灣人 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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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不 不一樣,不一樣 我們這裡有什麼 我都知道你們... 七十一 七十一 你們這樣拔起來也沒有啦 外面的幫工生這樣 對 那是不是... 那是地方的... 對... 你說的,這都對啦 這都不對 我要說的是,像... 英國 北方裡面包的... 包的... 包紅棘 對啊 紅豆 我們台灣人也有人... 那台灣客家有 客家有嗎? 有... 有... 外省的人也有 要講到重點 我... 我... 不行喔 好啦,包的 不是... 應該是北部的客家 那北部,然後黃南千 不是喔... 重點是喔 我折中白 沒有,我們說什麼 什麼啊 胡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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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胡老客 應該有... 政客 合... 和... 和洛華的客家叫胡老客 我知道 胡老 可是我們是政客 政客 哈哈哈哈 他是政客啊 哈哈哈哈 他是說正統的客家啦 政客喔 不是胡老客 不是被... 不是被警察那個胡老客 不是被警察那個胡老客 不是我們的紅豆的政客喔 是... 代表的 政客喔 代表的 代表的 特別是北方的大陸的 代表的 代表的 傳統的就是說 從千條到... 到日本時代的 台灣的紅豆的政客 有這個 那新竹他是有 旗長 他有在... 那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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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還要說的話 就像... 你看像... 五位政 很廢長 哈哈 怎麼說廢長 怎麼會有老實說一下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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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這裡的 啊... 我知道他都到這裡的動不住了 哈哈哈 剛才就不要做比下這個啦 還是要啦 台灣的事實 對 覺得這個城客出沒有 哈哈哈 對 對 其實很出名 說到這裡我再多說一下 我們家裡拜拜嘛 每一個地方都 不同時間辦 所以你講 我們家每個月 企業會每一... 每一... 每一... 都要打掉 對 所以說到這裡的一種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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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都是... 古聚落 是古聚落 就是了 基本上是都有 只是會隨著 陸進的變化 慢慢變化 再加上現在所謂的 新華醫師 他們把他去就點 慢慢切除掉 所以我... 所以我... 剛才說的 剩下的那個沒有錯嘛 他最早就是 對切到... 沒有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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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台灣很處理的地方 也是香港很亂的地方 所以我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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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各位 有這個架構 理解這個架構之後 各位就可以去更深入的體會 豐富多元 多元的文化 白王的許願 這種現象在大陸是沒有的 你看不到 沒有去多元 多元 我們所有... 某個層面涵養出我們台灣人心中比較開闊 其實講個體外話 我那個學生其實 是大天津的那個學生 他們是上學期來我們學校做一個交流的學生 他來吃甜蜜了 四個月 他幫他幫忙 他說我想要去 所以七月新週刊 大陸有一本 一本很重要的週刊叫新週刊 他出版的時候他的標題叫 《台灣最美的風景》四個月 我不知道各位應該廣播上我們想要理想 我這一半在台上不小心很熱情 因為我老是你來啦 我上次去天津北京走路 其實因為我有大陸旅行很豐富的經驗 其實我不太想去啦 特別是我太太 我剛才就是對大陸有一些不好的印象 那我就跟我說 學生這麼誠懇的邀請 不然我們就試看看 後來我就說服他 我們就一起去 其實我那個學生真的很好 把我們安排得很好 那其實也有深入他們的一個 不是只有觀光 因為我們是製作旅行 就是學生帶我們去比較深入去 看他們的生活 所以比較像 你看一個埋董哥來 大概四個月 一個知識分子 大概是說他很喜歡台灣 他甚至不想回去 他甚至很講在那邊工作 所以要嫁給我 他不直接跟我來 老師 有沒有幫我介紹給他朋友 很有趣 台灣就是有這樣的一個魅力 所以台灣的風景就是世界一流 建築就是世界一流 可是我們的人情文化的美 多樣性也是很有趣 所以我們要有這種眼光 來看我們的民俗 這樣你怎麼會覺得民俗有趣呢 本來是說不成交 很不好 跟他們說我三個月 剛剛說的就是這樣 我剛剛說的 五月 剩下一個月份 完全沒有 就是六月 沒有五月 其他六月在古代是沒有結 因為六月是最熱的一個位 五月 它叫浮月 最熱的啊 在熱的時候想要出獄一下 所以這一個月份在古代中國古代的皇帝 很愛避當避塞 有一個皇帝說宋什麼皇帝忘記了 宋代皇帝 用辣過的這一段我就給他一個節日 叫六月六號叫天曠吉大 就是泰沙、泰青、中日寺 所以一到十月左右 唯一的兩個月就是十一跟十二月 十一月就是冬至 十二月就是辣月 大約更忙的 也是要準備過年 所以你看傳統的節日年節 每個月最少有一天要拜拜的 要做什麼 其實很忙 我從小的印象中就看我媽媽 每個月都很忙 拜拜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你怎麼處理 來到今天你看傳統農業社會 然後今天的工廠業社會 特別是婦女 有所謂是條事 我們也在這裡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不容許說 我們每個月都這樣拜拜 那這個我們了解又可能比較更容易體會 這是傳統從中國帶過來的 那種本土的節慶 讓你加進去它不得了 那更多 譬如說 台灣的本土的節慶 其實有我講兩個特色條 一個就是神明的神技特別多 而且同樣一個神 慶祝的時間點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知道 江偉前浪是清水祖式的聖誕 但是台北的那個 五五 五五六 那種水 那種不一樣 那種不一樣 就跟他的地方的歷史認同 是不一樣的 那種不一樣 那種不一樣 所以台灣很有趣的是這樣 港澳新年 慶祝的日子又不一樣 所以鄉南新年 我沒有仔細去統計 去談出來 搞不好每一天 台灣到處都有人 都有活動在辦 不一定 所以夏威廷 特別是第一個部分 我很儘量去搜羅 其實還 我相信還有很多流行道 我相信台灣幾乎每一天 不是每一天 搞不好每一個禮拜 都有活動在進行 台灣是這麼有趣的一個地方 這是神明日 除了神明日之外 另外一個我覺得 最能夠代表台灣 體現台灣人的精神的喜悅 7月份 7月份 因為我們對 還有我們的國度國 我們的夏威廠 就是說 台灣因為它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其實我們祖先來 有幾位就是 你剛才說三 剛才來台 三 十個人來 三個來 老幾個、六個、三個都走隊 一個、三個市場 看路、一個走隊 三流 啊 沒關係啦 這意思就是說 渡海來台的過程裡面 其實死亡的意思 不管是渡海的過程 或是遇到 或是遇到戰爭 或是遇到戰爭 所以台灣人 對這種 郭文野鬼 特別的敬畏 既尊敬 又害怕 所以台灣 有一個很特殊的新聞 就是 反映空的新聞 最有名的就是 雲林投無鄉的 貪居總 在6月8號的時候 他已經被列為 所謂的無形文化制裁 那這個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事實 相傳在道芳年間說 這一天 因為海嘯 結果這個村落人 幾乎很多村民 就是因為海嘯的關係 而葬身海底 那後來 有一代 浮渡這些先祖們 所以他們就在6月8號的時候 會舉行那個 堪居總 堪居總 就是浮渡 所謂的 因為水難而亡的一種 那種法式 他也做了一種類似作文化 就是 作文化 上面畫一些黑民的 代表區存那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早期是會作 就像那個轉法人那樣 所以以前 只會把人說的 假如這一家人 通常一家一口子 會多少人 多少 這一家人有多少人 我們就會去多少 多少的水狀 有四個人 就會供 供涼四個水狀 所以每年 大概這個季節的時候 那個水狀就很多 非常多 在排版 然後最後的儀式 就是要轉水 轉這個水狀 一百一百 那一百 那一百 那因為後來太多了 那轟著 所以也倒閉 沒有辦法轉 那乾脆就不要讓它轉 後來就把它固定 綁起來 那聽說以前 老一輩 在可能 幾十年前的時候 胖來轉的時候 因為距離那個年代 還很近 他們都會深淚聚下 在那邊 真的酷 那這幾年 把它固定之後 有一個儀式就會摸 就是代表轉這樣的儀式 所以台灣類似這樣的一個節慶 還蠻多的 所以 一世給那種下公子 一世給那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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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特殊的 那再來就是 我們共有七月的福度儀式 總共 其實所謂剛剛講的 修長大概也沒有 只是只有台灣留下 而且轉型 變成福度的這個儀式 某個層面 就是台灣人 對他的祖先 其實是非常的敬畏 包括我們很有名的 所謂的 新的那個 那個 藝民的 藝民的 藝民藝 藝民藝人是藝民 這個都是 其實藝民藝 剛才說的是 拜他們的祖先 所以他們有一個儀式 就是要奉犯 奉犯的是 他們在鎮頭的名字 主辦 主辦的那個名字 就要把藝民藝的 藝民藝的 藝民藝 藝民藝人 所以台灣有這樣一個 很 本土化的一個 童話 駕駛形成 再來一個 它會跟巨肉的傳說 有很密切的關係 比如說我們台中 寶人書局 大家有一個叫 目睛盡善 南童的地方 也會跟當地的 地理環境有關 相傳 那裡有 是一個 一個穴 它 這裡就像 反正有一個 東部地 這裡就對了 那腳 守護他們 地靈的一個地方 那假如那隻 睡著了之後 就會 讓你生意不好 所以 他們就要常常 要用大聲走路 來驚醒他 不能讓他 睡著了 所以 後來就發展出 所謂的 目擊盡善 這樣的一部分 所以 台灣的一些 這樣的習俗 它既 某一些東西 其實跟中國有關 可是 它並沒有說 只是中國的 它已經注入了台灣 很多很多 我剛剛講的 很簡單的 只是簡單的 其實 我很多篇譜 我剛剛講的那些 廟 我們的媽祖 大概全世界獨一無二 我們的媽祖生 我們的 我們的 翁爺 小翁爺 這個都是 到處都是 所以 還有包括我們的 觀音信仰 其實台灣的觀音信仰 已經不再是 中國那種觀音信仰 我們的觀音信仰 其實 我昨天我覺得 已經跟台灣的 神明信仰是 很接近 而且它的性質 又跟媽祖 有點像 已經媽祖化了 那 這個大概是 我想這裡 碎時結束 好像講太多了 講太多了 我們就講在這裡 總而言之 它一個架構 就是 傳統中國的世紀 然後到 結合了一些 對 春起秋暴 到 傳統的 中國的幾個重要節日 可是它又注入了 一個本土的 有關神明 有關逆軌 王魂的一個信仰 跟傳說的一個信仰 所形成的 好 來講完上面之一 還要這樣講嗎 哈哈 哈哈 過了 過了 過了